土地局的地气不能果胶 因为这样做 可能导致该地气被土地局视为遗失不见或损坏 很多人为了保护地气 选择为地气果胶 虽然说果胶的确可以给文件增加一层保护 让它更加的耐用 但是土地局的地气却是个例外因为 1.温度损伤 果胶过程中可能产生的高温会损坏地气文件 2.安全印章 果胶会影响地气上的安全印章 可能导致文件真实性受到质疑 3.复印难度 果胶后的地气不易被复印 可能会给后续交易带来麻烦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妥善保存地气呢? 那就是使用保护层 这个方法既能确保文件的安全性 又不会影响其有效性 如果你的地气有损坏或者瑕疵 最好的选择是 直接前往土地局更新地气 虽然这需要一些时间和精力 但相比因遗失而重新申请新的地气来说 这是一个更快捷的方法 土地局的地气不能过交 因为这样做 可能导致该地气被土地局 视为遗失不见或损坏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